好,那麼剛剛那個MyVector是沒有什麼大問題啦 那我們今天呢,有這樣子一個MyVector當然是不太夠 畢竟我們如果就有這些東西的話 那能對它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建立Vector 然後印東西出來,那也太遜了吧 所以呢我們會想要加入一些這個Member function 讓它的功能變強 好,所以比如說我們想要來做Comparison 假設我們現在有很多個Vector的話 我們來試著比較它們 那我們想比較的事情大概是這樣 兩個Vector,在數學上來說呢 如果我們說它們相等的話 基本上就是Dimension要Equal 並且每一個Element都要一樣 那這個很OK嘛 那這裡有一個重點,就是說Dimension要Equal Dimension如果不Equal的話自然沒什麼好比的 所以在DimensionEqual的前提下 我們也可以去比較兩個Vector 是不是有這個比較小 或者是小於等於 那我們這裡呢,我們來稍微偷吃步一下 就是我們這裡使用的定義 會讓我們等一下的Implementation 可以少寫幾行 但是跟通常的數學上的定義略有不同 先講下面這個 一個向量U小於等於V 它要能比較,首先是Dimension要Equal 那接著呢,是U的每一個Element 都要Pairwise 比V的那個將對應的Element 來得小於等於 那這個OK嘛 那U小於V的這裡的定義 就跟一般數學上的定義 稍微有點不一樣 一般的定義是說呢 U小於V的定義是 U小於等於V 而且其中至少有一個Element 是U比V小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這裡為了要等下寫code 稍微少寫幾行 所以我們這裡把它改成是 OK,Anyway 在我們的應用裡面 我們定義 U比V小的條件 是U的每一個Element 都要比V小 假設我們就這麼定義了吧 好,那我們呢 等一下就照這個定義 來試著implement 我們要的東西 OK 所以現在我們要來 AddMemberFunction啦 那我們要AddMemberFunction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要先想想 它應該是InstanceFunction 還是StaticFunction InstanceFunction是給Object的 StaticFunction是給Class的 所以在這個例子裡 它顯然應該要是InstanceFunction 對吧 因為是一個Object 一個Vector 去點一個MemberFunction 然後能傳入另一個Object 去跟它做比較 那Object比Object 這很明顯的就是 Object它身上要發生的事情 不是Class上的 所以是InstanceFunction 好,那我們就來試試看 我們呢 就寫了一個函數 叫做 bo 然後呢 要傳入一個 這個ConstantReference 好 那首先呢 這個函數的名字叫 isEqual 那你大概可以想像 等一下使用上要怎麼用 大概就是 u.isEqual 如果v 那就會去比較 u跟v 是不是一模一樣 好 假設是這個樣子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 傳入的是什麼 傳入的是另一個Vector 那我們這裡傳入的是 ConstantReference 為什麼呢 假設我傳的是 就是一個 myVector v 假設我就這樣傳的話 那我一傳這個v進去 就必須要呼叫 CopyConstructor 然後就劈滴趴的要 new東西出來 然後跑一個for回圈 然後呢 複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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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很花時間的 特別是如果你的Vector 很長的話 然後你這件事情 很常做的話 那就會花很多時間 相較之下 如果你只是傳一個 reference的話 基本上跟傳一個 pointer 差不多意思 就是丟一個address 過去的概念 那這種情況下呢 很多時候會幫你 省下很多時間 那當然這個 看情況啦 所以我們這裡 只是一個示範 就是你可以傳reference 而且你有理由 想要傳 因為他可能會幫你 省下時間 那你傳了reference的話 要小心 因為reference被改掉 那原本的 object的本體 就也會被改掉了 所以我們自己 加一個const 去確保 在這個函數裡面呢 不會有人 去自己把它改掉 去動到v裡面的value 這樣子 如果你跟你的夥伴 一起寫這個code的話 這個 可能是你開的spec 要給你們家的同伴 去遵守的 那你的同伴就知道 喔 這個函數裡面的implementation 千萬不可以改到v的value 不然大家都會很困擾 ok const這個用途 那你跟你自己合作的話 當然也是可以的 就是寫來提醒你自己 或是保護你自己 那最後 回傳一個不喔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implementation 首先 要確定一下 他們的dimension一樣 如果不一樣 就不用比了 直接return false 那要是一樣的話 就每一個element 一個一個比較 如果它 跟它 有任何一對 這個相對應的element 是不一樣的 就return false 通通都沒有發生 最後再return true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就可以完成is equal啦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應用 首先呢 我來一個double d1 然後它裡面有五個這個數字 利用它 我可以見出myVectorA1 A1大概會長得像右手邊這個樣子 我們這個大框框呢 表示有一個object object裡面有兩個小框框 表示有兩個member variable 或是instance variable 這個n是5 這個m 是一個指標 它指向一串 這個五個數字 那這裡 修正一下 這裡是double 這裡不是int ok 好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呢 我們就有五個elements 那這個樣子 就應該說很不錯 因為我們有了一個vector 接下來 我們來個d2 d2呢是1234 那麼myVectorA2的話 我們會得到什麼 會得到 長得跟A1結構上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但是顯然是另一個vector 這裡呢 m當然也是double 然後呢 它會指向一段 這個長度為4的動態陣列 A3呢 是用A1去複製出來的 所以A3長得會跟A1一模一樣 而且我們剛剛因為做了deep copy 我們有自己的copy constructor 所以這個m 當然這也是double 這個m會指向一塊新new出來的空間 而不會指向跟剛剛這個A1同一塊空間 所以這是我們要的 好 接下來呢 可以使用A1.isEqualA2 這個是一個object 去呼叫它的instance function 並且傳入一個我們指定的東西 就是傳一個object 你要reference 它就給你一個object 或是給你任何的變數 那麼他們就會把他們的reference 傳進這個function裡面去 好 就比一比 請問他們倆一樣嗎 一樣的話 印出y 不一樣印出n 那這裡一樣 請問A1.isEqualA3嗎 印出y 印出n 那麼呢 A1.A2不一樣 所以會印出n A1.A3一樣 所以會印出y 那我們試一下 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這裡呢 就是我們剛剛的這個 把幾段 投影片上的程式碼 複製貼上 好 所以一開始這一段 這一段呢 是我們的這個class class的宣告 然後呢有這個 constructor啊 print啊 isEqual 這樣子 好 接下來就是 許多的這個definition 然後就跳過它 然後呢 isEqual就如我們剛剛所見的 基本上就是複製貼上 好 man function這裡 基本上也是複製貼上 然後呢 我們來看看是不是 確實會跑出我們想要的東西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他印出了n跟y 確實就是如我們所說的 所以這個isEqual 應該是有達到我們想要的目標 好 那這個isEqual的ok 不過他有一點 總是有點 感覺缺了一點什麼 就是 我們不能寫A1等於A2 總覺得好像有點可惜 對吧 因為 等於等於 他exactly就是在做 isEqual 的那個概念 就是比較某兩個東西 是不是一樣嘛 但是我們剛剛自己 define了一個 member function 而不是寫等於等於 對吧 那你可以寫等於等於嗎 當然是不行 因為我們 compiler 根本就不知道 有這個 應該說在建立 compiler的時候 根本就不知道 你 或是我 我們會去寫出 myVector這個東西來 所以 compiler 不可能會知道 對於兩個 myVector 他應該要怎麼比較 對吧 所以呢 我們今天 這個 講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要為了 myVector 去define說 等於等於的左右 如果放著兩個 myVector 的話 要怎麼比較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目標 而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將會跟 defineMember function很像 事實上 這個等於等於 這個東西 這個 operator 它已經被 overloaded 過了 這樣子 overloaded 這個詞 並不是大家第一次看到 因為我們做過 function overloaded 你可以 define一個 function 去傳入不同 個數的 參數 或者是不同 形態的參數 那 function呢 就可以做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 operator其實是一樣的概念 我們可以用 operator來比較 不同的東西 不同的東西 不同形態的東西 等等 那 只要傳入的形態不同 或者是 數量不同 那麼呢 這個 這個operator 就會去做不一樣的事情 大概是這個樣子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即將要做的事情 exactly就是這樣 我們要為這個 operator 去define 如果參數 長的是這樣 或那樣 那請你做這件事情 做那件事情 這個就是 operator overloading 那 事實上 絕大部分 我們平常會用到的 C++本來就有的 operator 都已經被 overloaded過了 那最顯而易見的例子 是這個除法 除法 除法的division operator 的 左右 或者說上下 分子分母 如果都是整數 那我們知道 除出來的東西 就會自己變成整數 但如果其中一個 不是整數的話 除出來的東西 小數點後面 就會被保留下來 所以這表示 除法 的左右 傳入怎麼樣 形態的 參數 的確是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或者說是會呼叫不同的 implementation 那 exactly就是 operator overloading OK 那 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如果自己寫了一個class 我們是不需要做 operator overloading的 因為 任何你去嘗試 overload的 operator 事實上 你就是define一個 instance function而已 只是很多時候 我們做 operator overloading 是為了讓我們的程式看起來更清楚 或者是更直觀 更容易用 那當然 對maintain一個program來說 可能就會很有幫助啦 那在我們深入介紹之前 先提一下 它有些限制的啦 首先呢 並不是每一個operator 都可以被overload 那這個 列出來太麻煩 記住也沒什麼太大意思 大家有興趣的話 自己查一下就可以啦 其次 我們對 operator 的overloading 它不能改變 operant的個數 比如說加法 加法 基本上呢 就是把兩個數字加起來 你不能define一個加法 要把八個數字加起來 是不行的 我們只能define一個加法 去把兩個 myvector 加起來 你不能說 我要把兩個myvector 跟三個yourvector 跟四個整數加在一起 不行 最後 我們呢 不能create 新的operator 你只能用 原本存在的那一些來做 大概就是有這樣子的一些限制 大概就是有這樣子的一些限制 大概就是有這樣子的一些限制